我們看連續函數 我們看這個連續函數的定義 我們定義這個一個函數 在某一點 比如說A點上連續 這怎麼定義呢? 就定義什麼? 這個函數在A點上面的左極線等於右極線 等於該點的函數值 就是說如果它不等於該點的函數值的話 那L比如說在這裡 那這裡就斷掉了 所以那左極線等於右極線 如果不等於該點的函數值的話 這個的話在這一點也沒有連續 那比如說像這種 這樣子 左極線跟右極線不一樣 那這個當然就斷掉了 如果說左極線跟右極線一樣的話 把它連起來 還有把這一點補上去 那當然就連續了 所以用這個呢 來什麼呢? 來定義函數在一點上面的連 函數在一點上面的連續 那什麼叫連續函數呢? 假如一個函數在每一點上面都連續的話 因為在一點上面的連續 我們有定義了嗎? 那如果一個函數在每一點上面都連續的話 那我們就說呢 這個函數在這個區域呢 它是連續的 好 那如果用H龍德塔 來表述的話 我們之前 有提到呢 那個什麼? 極線 一個函數在某一點上面的極線 現在我只要把這極線 用什麼? 用該點的函數值帶 那就是呢 連續的定義 就是說 一個函數在一點上面連續 它的意思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對於H龍德塔大零 就不論H龍有許多小 那麼就可以存在一個德塔大零 它使得什麼呢? 當X跟A 在這個小區域裡面的話 那麼FX FX跟FA 這本來我們是寫L的 它就會非常靠近 那我們就說呢 寫數在這點上面 它是連續的 太多了 你看 中文字幕——YK